又累了 張家瑋定不到位 還好吧 都在尻怎麼打字 7點半 我們聊天聊到8點吧 8點工商 看你們有什麼鬼問題可以問的 誠實 不說謊 都回答 等一下還是要吃東西 謝謝訂閱 欸感謝訂閱喔 雖然現在訂閱半價 但個人還是建議挑一個好的實況主訂閱啦 我不是那麼好的實況主 我是壞男人 還是可以挑一些有用的 但如果你喜歡貼圖的話 可以訂啦 不過我現在貼圖到底還有什麼東西可以 到底還有什麼好用的啊 應該還是 沒什麼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東西好用的我覺得 對啊 預計8點剩2000 還行還行 2000還扛得住 可以 呃 呃 四十等乾爹有沒有獎品 欸 今天可以幫你們弄一下吧 我覺得 你的 到時候訂閱可能過多久 可以 可以弄個獎品這樣子 對啊 感覺可以 再叫Sally處理就可以了 這種事情小事 看你們想要什麼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什麼時候辦見面會啊 呃 年底前辦一個台北唱的吧 然後 然後 就吃個飯唱個歌就這樣 太久沒打囉 AD為什麼要帶一擊之盾 因為幫 輔助跳前先出自著魔器就好了 對啊 這遊戲基本現在是 誰先出自著就還蠻強的 星天賦分析 欸 我沒有在看英雄聯盟欸 所以我不大知道星天賦 特殊的ID前途是 看你們想要哪一種ID前途是 我可以幫你們忙嗎 我可以幫你們 上傳 看到摩斯今天開台 我就知道是有工商 有工商有開台 合理吧 中秋特別節目VOD在YouTube上面 你可以直接看 好像是今天上傳的吧 吃雞 不管 不管吃雞 請問一下會簽丁特嗎 沒吧 他想簽再說 不想簽就沒了 他想簽再聊 沒有 還不一定 沒事沒事 我看一下 我們家的頻道在哪裡啊 你是浩浩業配有影片 沒有浩浩比較屌 沒有浩浩比較屌 影片 影片長傳上去了 我要看一下 點閱多少 這什麼 一萬 是不是還有簽人 只算還沒公佈 有簽 然後還沒公佈的也有 然後有合作夥伴也有 還好不重要 MV為什麼都在中秋節開台 是不是沒有朋友 是 8的還可以玩嗎 想玩就玩 簽人是誰提議的人選 有時候是我自己看 有時候是 經紀人會說吧 是不是還有工商沒工商 是 8點 我 10點 你撐得到嗎 可以啊 8點半 開完 洗個澡 10點吃飯 摩金 魔金最主要收入來源 就是藝人賺的錢 就這樣 看藝人 看藝人能怎麼賺就怎麼賺 哪怕是去路邊攤賣 賣東西也要賺 就這樣 工商那麼多的遊戲 哪個覺得特別好玩 都還不錯吧 等一下我工商的最好玩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遊戲都大同小一樣 我個人認為 就 你如果就娛樂跟打發時間層面來看 我工商過的遊戲都 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因為手遊 手遊現在的面向都是這樣 就是讓工作比較忙的人 比較能夠 花少一點的時間去體驗遊戲這樣子 有打算告小勝嗎 告他幹嘛 千非本敵的實況主 之前有聊過幾個 對啊 但考量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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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就暫緩 搞不好明年有機會吧 但目前是 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B 中秋過完以後是什麼節啊 中秋就沒了對不對 三節就過完了 聖誕 喔 今年聖誕應該還是會跟去年 弄差不多東西吧 應該也是全 我不知道 要再問一下行銷 但保守估計應該都會是 全部 全部藝人行動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 我們每一年的活動 很少有全部 全部藝人一起的 非常少 除了這一次的那個 這一次剛好有twitch的那個 we gave us love 那個 we gave us love 有這個機會 雙十是節日 雙十要做什麼節目啊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雙十要幹嘛 贏心素贏 好像有印象 贏心素贏是高中還是大學啊 大學的話好像沒參加過 高中好像有 高中好像有參加過贏心素贏 這一次可能沒有如果我來打了 這一次就是降半low看世界賽 就是看完整個世界賽 因為去年沒有降半low嘛 今年有啊 今年有降半low的話 那就那就那就是降半low看世界賽啦 對啊 所以今年 今年的聖誕節應該也是全員出動啦 理論上 那就看到時候又簽幾個人 保守估計 希望可以簽到20個 會去當主播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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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對我們有開 104有開那個吧 行銷經濟的職缺 我看一下 不過上面沒寫待遇就是了 待遇都是都是面試 念意 工作機會經濟行銷 其實我們好像銀營也要整人就是啊 啊不會心智不會太高就是了 但我們公司福利應該算還行 吧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樣 但小公司來看應該還行 比22K多啦 然後有 有有有有年終 有三節獎金 有員工旅遊 有有有有部門聚餐 有有有有尾牙 就這樣 然後有團保吧 蛤這些吧 有想過M1主義隊職業隊嗎 痾 未來的事吧 再看看 酌勁是上市公司嗎 不是 沒錢 不夠格 職業隊 職業隊這世界很簡單啊 有人給我錢 要弄 然後我又可以賺錢 那就弄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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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弄的話 這沒有什麼好不能做的啊 但如果沒有人給我錢 要我弄 我就 貓咪問號 我怎麼弄 我沒錢怎麼弄 YC跟你有血緣關係嗎 沒有 當老闆壓力大嗎 還蠻大的 缺馬農嗎 馬農是什麼 小劍的主人啊 有人 有人會在公司門口 在你們下班拍照嗎 不會吧 藝人又不進公司 他在公司門口等 又等不到人 衣櫃櫃沒有關 衣櫃沒有關 正常啊 這不就我家 想關就關 你 這不就我家 我家 這不就我家 我家 我家 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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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 實況打撲克喔 不太好 我覺得實況打撲克後續問題太麻煩了 就懶得弄 MEBS應該最近會出吧 10月了快出了 之前有剪比賽高光的影片後來都沒用了 因為後來就不打算做這方面影片了 後來就不打算弄了 現在已經不可能比較focus在其他面向的東西了 撲克可以打鬥地主 我不會打鬥地主欸 鬥地主是幹嘛的 林先生是Duke嗎 如果是先生的話是Duke 不是 我知道你講林先生是哪一個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這樣辦囉 幾點開播 隔壁開始了 趕快去隔壁看 我現在認真 我有一個很認真的想法是 我想回學校念書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突然冒出來這個想法了 我感覺好像可以回去把大學念完 跳一個自己想念的戲好了 應該沒差吧 我28 從念大學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我想念個什麼 我 假日班喔 我想一下 回去買學歷 不是 我根本就不care那個學歷 我想學點什麼而已 想學一些東西 感覺 感覺可以學一些事情 又回來念數學系嗎 吃屎啦 打死我都不會念數學系了 感覺可以去念個什麼 在職專班 學個管理經濟 或者是 或者是 我自己蠻想學 城市設計的 平常你有空念書 沒有啊 我感覺要逼自己 去繳個學費 然後強迫自己去上課 EMBA之前有人找我去 可是 我覺得EMBA 那天我去看了幾次以後 幹那個就是 人脈 人脈 人脈高峰會議 那不是在念書的 有一些很硬的啊 聽說彈大的EMBA很硬 就是 就是 就是你要各種報告 然後叫 寫東西的 然後很難 很難拿去的位 可是有的EMBA 真的是交朋友的 去social的 對 我還蠻喜歡學寫城市的 我感覺 因為城市就是邏輯好啊 你看聊天室這麼多 城市設計師 肯定邏輯都很好 因為你邏輯好 才弄得出來的東西 不然你永遠都卡在那邊 對不對 吹 呵呵 城市不用學校學 嗯 我上學校可能只是要一個督促而已 我上學校可能只是要一個督促而已 看看吧 我應該擅長的還是 還是樹里相關 學的比較有成就感 也不會覺得自己像個北齊 我之前有去 有考慮過要不要去土木 可是土木感覺又太吃 設計那一塊 空間 這樣可惡空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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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 對啊 可能對現在有幫助的資管財經 資管財經跟 跟什麼 其實感覺好像學財經好像還蠻不錯 好再看看啦 說不定我也是說說而已 對不對 反正我說說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不過選數學系的真的是 折翼的天使我跟你講 聊天室裡面如果念數學系的真的是 我給你 十足的敬佩 一百分的 敬佩 一百分的敬意 為什麼你們要選這條不歸路呢 為什麼呢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哈哈哈哈 數學系等於數學老師沒有 數學系不等於數學老師 數學系太恐怖了 數學系 數學系太恐怖了 數學老師根本就不用 念到數學系這麼誇張的東西 但是 當老師其實重點是那個吧 學 修那個吧 教程 重點是修教程 就是學習怎麼教人這件事情 對吧 數學系好像畢業出入精算師跟 學術研究相關吧 對吧 就你後面還是要轉啦 你純數 純數可能還是沒有什麼太多的選擇 或是 對啊 插招不是數學吧 插招好像是什麼 什麼挖勾殺小的 忘解 環境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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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對啊 沒有忘解 嗯 精算師到底是幹嘛的 我那天我之前念數學系的時候 一堆人都跟我說 未來可以當精算師 然後我也是不大知道 精算師要幹嘛 大部分的精算師 都會與財產保險 與人獸相關保險工作 工作範圍包含設計 新品種的保險產品 喔 感覺超級無聊 哇操 這麼無聊的工作 看 賺錢 賺錢 很賺是一回事啊 但這 太無聊了吧 我知道很難 我這 光看文字敘述 我就知道很難 英國大概有八千名正選精算師 一般大學畢業後 起薪在兩萬五到三萬五英鎊之間 按照2008年的匯率計算 就是五萬美金到七萬美金之間的月薪 好扯喔 他上面寫月薪阿 他說2008年的時候平均年薪是 平均年薪是 平均年薪是 十萬美 十萬美三百萬嗎 差不多 剛畢業 大學畢業 精算師 好扯喔 好扯喔 不過這個肯定是不好考啦 這應該是 幹 可是做的事情真的是超級爆甘無聊耶 等一下 我突然對這個都好有興趣喔 怎麼感覺這麼無聊的事情 他們主要保險的產品包含人壽保險 年金 撫恤金 按揭 信用保險 暫時和永久性殘疾 藥物 牙醫及健康除夕帳戶 主要就是龜屁風險跟那個 分擔共利益 哇 所以聊天是有人考到嗎 考到 讓我叫你一聲吧 這好扯喔 考到的加一 然後就一堆人加一 哈哈 所以 所以還有哪一些職業是很難 然後 然後收入又很高了 不要跟我講醫師 幹醫師 感覺就 沒什麼經濟喔 醫師收入感覺超高 但好像 笑死我 飲水人 喔 上次網上在Facebook看過這個東西 飲水人 可是這是危險吧 這件事情是危險對不對 政府官員 李醫師 飲水人 飲水人是幹嘛 我看一下 船 船舶進出港前 會向其船務代理公司 通緝船舶 預計到 跟離港的時間 然後 當班的飲水人 會搭乘 領港 挺 至 帶領港 員的船邊 攀爬由 該船水手所放的 領港梯上船 平水師 立委 哎呦 平水師也有執照啊 平水師是要幹嘛的啊 平水師可以喝出水的產地 WTF 在義大利和美國等地有專門學校訓練 平水師 平水師端起水杯看 聞喝 就知道水的成分和來源 他媽的到底是真的還唬爛啊 集團聘請的資深 平水師年薪可達140萬港元 哇台灣有平水師耶 好扯喔 台灣有10到20個 負責向客人推薦適合菜式和葡萄酒搭配的水 也可以受雇於生產飲用水的公司 平水師多數是到飯店去辦平水會或提供服務賺取收入 一個月最少3到4次 最多20次 假天天氣熱的時候活動也多 一場40分鐘的平水活動 平水師可索取2到3萬塊新台幣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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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薛潘奈 沒有吧 我覺得這世界上 沒有什麼薛 薛不薛 就是 他 就願打願哀的概念 對不對 他想怎麼講 你信不信 就跟紫色 紫色教徒一樣啊 其實我覺得紫色教徒 就某種神書上面來講 我也不會覺得 我不是覺得對 就是覺得 哎 就他們選的事情啊 他不就願打願哀的事情 C副 對啊 他願打願愛的事情啊 耳機 對啊 我記得耳機超多人會 超挑 什麼木耳 聽不出來 然後什麼 喔這個耳機聽下去 喔懷孕了 這個耳機聽下去 喔 那我 我媽從頭到尾 我都分不出來 到底差在哪裡 那我就分不出來 那我買什麼 其實都一樣 有的人會覺得有差 對啊 木耳要珍惜 欸欸欸 我跟妳講 我最近最想做的事情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那天 那天我朋友跟我講 掏耳朵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說 幹 我還沒有掏過耳朵 然後我就google台灣 看有沒有掏耳朵的服務 對 然後我想說原本都是什麼 我朋友跟我講的八成 應該都是什麼 琴色服務 然後結果google到一個 台灣超強掏耳師 哇 草 然後每個 每個去過的都說讚 好像在西門町那邊 對 然後他一個禮拜只做一天而已 對對對 一個禮拜只做一天 然後我現在最想 最想去的就是被掏 然後大家不要擔心 那個掏耳師是 七八十歲的阿伯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琴色服務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幹你們自己去google 掏耳師 然後西門町 西門町掏耳朵 這個吧 什麼 搖兵吧 哇操 然後那個Facebook上面 每個人都貼 掏耳朵的那個畫面 哇 感覺就超爽的 耳朵不能自己掏嗎 沒有沒有 他那個應該是猛的 還沒給人家弄過 哇 呵呵 這個感覺就超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差在哪裡阿 沒試過阿 到時候我試過以後 再跟你們分享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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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我怎麼google到的都是沒穿衣服的 哈哈哈哈 我們為人正派 好厲害 不過聽錯耳朵是比較常弄就是了 但我二十幾年了 應該可以用一次吧 笑死 笑死 不知道阿 大哥再去試試看嗎 那有一種二十幾年的 然後在那邊 哇 啊 乾淨了 舒服 我知道看起來 看起來是有爭議的 不過沒差 反正 反正好像不貴 一個什麼什麼 才六百塊而已 還是幾百塊而已 啊 聊天室的 可以出去看看月亮嗎 今天中秋節 留個分頁給我就好 我們等一下工商 啊不對 你還要幫我下載 你可以先下載 先下載 神兵玄武 應該這樣吧 幹怎麼出不來 公商 怎麼什麼都沒有 才剛逛街回來 哎呀 我是特別在這邊看你工商的 漂亮 就是有你這種人 我才會有錢賺 最近真的是偏無聊 沒什麼事情做 RO只有叉燒街道嗎 我好像沒有吧 不過我以前玩RO 都是玩腳本遊戲 所以 也沒有什麼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我以前都在玩腳本 腳本遊戲 笑死 啊 我補外掛 到底要怎麼玩啊 到底要怎麼玩啊 你們覺得還有誰 最近最近Twitch上面好像新人也是偏少對不對 好像都是 沒什麼新的 新的新的 我想要 我想要去簽簽看 Twitch以外的 試試看 喔 我最想簽大衛王 我想簽一個大衛王 我想簽一個 不一定要到正妹 男的女的都可以 女生好一點 而且 狂吃猛吃 我直接付錢讓他吃 簽簽我有看過啊 但 感覺不是我心中的那種感覺 Baby66 不行他 他還沒有那麼猛 真的真的那個女大衛王是很厲害的 什麼手動比自動快 怎麼可能 啊我手動不可能比自動快 還變傻了 那個腳本只要調一調 跟神一樣 那就稍微微調一下就可以了 狂吃猛吃 我覺得只要會吃的 男生女生 胖子瘦子 正妹 脯妹 脯妹 帥哥 朴 宅男 都沒差 重點是就很療癒 你知道嗎 因為你平常就沒有辦法吃那麼多 然後你就看著他這樣子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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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後你就覺得很好看 對不對 那跟他外型 我覺得根本就沒關係 我講實在話 美女美女吃很多我也覺得還好 我也覺得還好 我就想看人家一直吃而已 什麼要關台了 我們現在才開始精華啊 怎麼不用找了自己這樣靠北喔 不行我沒有那麼會吃啊 大家都誤會了 唉唷畫面一來就是到了我們神兵旋旗的時候了 聊天室的